卡特兰我有两棵小苗和刚买的开着花的这一棵 这一棵有几个胖花镜 按照专业的说法是有几个甲林镜 卡特兰的甲林镜与石湖兰文心兰的甲林镜又有不同 石湖兰的花镜是有好几节 视觉上就不那么水灵 文心兰却只有一节胖胖的镜 看起来就水灵多了 卡特兰有意思了 它也有一节胖胖的花镜 视觉上有点像文心兰的胖镜 但仔细看胖镜下面还有镜 只是相对的干手些 有点类似石湖兰的镜 毫无悬念 卡特兰的胖花镜也是有存储功能的 除了胖花镜卡特兰还有胖根 跟蝴蝶兰的根一样有根背 也能存储水分养分 我这个小苗虽然还很小 但这小根也胖胖的很可爱的样子了 卡特兰既有甲林镜又有根背 如此爱存储 能开出超大朵的花 似乎也很有道理 看来杨兰之王也不是白叫的 我这朵量了一下 有16厘米 这俩小苗的说明上分别写着14-15厘米 当然卡特兰也有小型品种 卡特兰的花是从胖镜上面长出来的 据说胖镜上有一到三片叶子 我这盆卡特兰除了那叶子有问题的一苗 其他胖镜之上都是一片叶子 这两盆小苗的小胖镜之上有两片小叶子 花鞘是从叶芯里长出来的 一年能开一到两次花 不同的季节都有开花的 我这俩小苗都是秋天开花的品种 新买的这颗现在正开着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算是冬天开花的品种呢 卡特兰也是复生兰 原产热带 跟其他的杨兰差不多 也是需要透气透水的机制 肥也不能用种肥 就是光照稍微需要多一点 半阴吧 悉尼地区的话 养在户外树下就行 但夏天还是需要挡一下正午的阳光 实在太晒了 冬季需要挡一挡连续的冬雨 就像最近这一个月 几乎天天下点雨 夜里的低温 隔三差五就十度以下 这种情况还是搬回室内比较稳妥 我这颗卡特兰的甲林镜 看着都抽抽巴巴的 就是开着花的那个 看着还不错 其他的像最小的这个 还没有皱还行 其他稍微大一点的都特别皱 不知道是因为缺水了还是缺肥了 还有一片叶子 你看还是扭曲的 不知道是为什么 然后这还有一个干了的花鞘 看上去只是长了这么一个花鞘 没有长花苞 从花盆里透出来的一点点根 看上去还行 目前这三颗卡特兰都是养在室内的 两个小苗放在阳光比较好的靠窗的位置 这颗大的因为在看花 位置还不算太好 等花卸了之后 我会把它放到阳光比较充足的位置 另外通报一下 这颗蝴蝶蓝又开了第二朵 它的名字叫黄金豹 这是一个蓝友给我留言告诉我的 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 黄金豹 这是一个蓝友的 小山东西 小山中西 小山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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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